大家好,我是杰西 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看新闻 那我们今天第一个看到的新闻是这一条 A Massachusetts police officer used his own money to buy Christmas dinner for a family in need instead of charging two women with shoplifting 好,这个马州的警察,警察 a police officer 用他自己的钱,his own money去做什么事情呢 去买Christmas dinner,去买圣诞晚餐,圣诞大餐给一个家庭 这个家庭是怎么样的家庭呢 in need的只是缺钱缺食物,贫穷贫困的家庭 好,instead of这个片语蛮重要,很常看到 instead of,取而代之就是我不是做后面那件事情 我是做前面这件事情 好,instead of这个片语的话,这个of是一个介细词 所以你后面要加的是动名词charging charging就是起诉,控告 控告两个女人怎么样 with shoplifting,sharplifting就是顺手牵羊去商店偷东西 就是有两个女生她们在商店偷东西被抓到了 然后那个女生就跟警察哭诉 就是因为他们家很穷 那她是要买完圣诞大餐给她的小孩子吃 因为买不起,所以才偷东西 那这个警察人也很好 就把他们带到别家超上去 然后买圣诞晚餐给他们 其实有看到这个新闻,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in need,instead of charge,跟shoplifting 这几个是可以记的单字 好,再来number two 这个authorities in France says sorry again authorities in France say please struggle to shut down a day's long wave rave that attracted some 2,500 people and was held in defense of a curfew and ban on large gatherings 好,这是NPR的新闻,刚刚是CNN的新闻 好,authorities就是当局,权威当局 法国的权威当局说了什么,就是政府嘛 说police struggle,struggle就是挣扎搏斗,有困难的 好,为什么呢? to shut down a day's long wave rave,我怎么老是念不好? rave指的就是电子派对 rave叫电子派对 days long,它这边其实是三天 接近我看到好像三天还是几天 that attracted some 2,500 people 这个派对啊,这里的形容词指句是 从that attracted some 2,500 people 这里是一个形容词句 and that was held in defense 这个派对是举办,被举办的嘛 派对为自己举办,是被举办 好,in defiance of 就是违背违抗这个片可以记一下 curfew的话是宵禁 比方说妈妈说,你是一点钱要回到家来 不然锁门不给你进来 这个就是curfew 好,ban的话就是禁止 禁止什么呢? large gatherings large gatherings就是大型的集会 现在因为欧洲还有美国 还有其他地方他们的covid-19 就是新冠肺炎的情况还是很严重 所以就禁止大型的集会 但是还是蛮困难 大家都想都很闷啊 都想出来玩想疯了对不对 所以警察他们你看2500人怎么办 全部抓去关吗?也不行啊 叫他们shut down shut down就是关起来 但是他们也不肯 警察走了,他们又重新开始了这样子 所以蛮困难的 好,最后一个看到的是 那这边的话 authorities struggle,wraith in defiance of curfew large gatherings 是解析决,大家可以记一下的字 最后这个是比特币 Bitcoin value surges past $30,000 22,000 pounds for first time 好,有史以来 for first time是有史以来 那其实应该是for the first time 这个上面是标题 标题的话就会省略掉 the啊,er啊,and啊这种字 好,Bitcoin就是比特币 它的价值 serge就是突然上升 很快上升 passed是超过 好,这边是一个介细 是超过3万 北京大约是2万2的英镑 这样子 然后下面句子的话用的是 Bitcoin has passed 30,000 in value for the first time continuing recent shop rides 好,这是BBC的新闻 比特币呢 已经超过3万了 在价值,它价值已经超过3万 真是神奇啊 好,for the first time 大家有没有买到呢 for the first time 就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continue持续怎么样 recent,recent是最近的 shop ride shop叫你再有准备多亿的话 shop这个字要记 shop就是锐利的,对不对 这边指的跟上面一样是快速的 right一定要记是上涨的意思 好,那这边Bitcoin,search,pass,shop,rise 解析觉得可以记下字 好,今天讲的这三个新闻就到这边 那解析现在是把中文这样放出来 想说大家可以看 不知道会不会造成困扰 解析自己觉得有点困扰 这样子看觉得有点 因为中文跟英文 好,那假如大家觉得这样 OK的话就继续这样放 然后最近的话可能就会是 因为建桥公用英文法讲完了 所以最近开始的话 可能朝这个方向走 每天做个大概三篇左右 看看新闻有没有什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讲解一下巨型 讲解一下单次的用法 这样子 好,那谢谢大家收看 今天就到这边 下次见啰,拜拜 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留言 喜欢的话欢迎按赞跟订阅 解析有blog跟脸书也可以追踪 谢谢收看,拜拜